黑社会老大在等电梯 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哥哥 一个人啊 晚上一块聊聊呗 不用了 我还有事 哥哥还害羞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有什么好害羞的 两百陪你随便聊 五百妹妹可以陪你聊通宵哟 看得出对方口才不错 不过二虎还是拒绝了 到了晚上 门铃响起 是啊 哥哥 是我 我来接个厕所 一开门 女人主动进了来 哥哥 等我很久了吧 这时门被踹开 一个混混带着两个大汉走了进来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敢碰我的女人 二虎愣了一下 你是想私了呢 还是我直接报警 魔鬼跳是吧 不过你们这也太快了 他进来都还没一分钟 我可什么都还没做 你们要失望了 我怕晚来一秒 你小子就得逞了 还没开始是吧 那简单 来 把他的衣服全给我卸了 就他们两个人 可能没办法卸我的衣服 那就加上我 别说我们欺负你 我们常领人从小就得一打三 你要多学着点 这时孙超带着几个人走了过来 看到身后的八个大汉 混混愣住了 不好意思 我今天是打算跟他们商量事情 看我没下去 他们就上来了 现在我们三对一 你们常领人从小就得一对三 现在应该不会失亏吧 小子 有种报上名来 房间门被反锁 片刻后 几人都倒在地上 赶紧滚 林北还要忙 没空陪你们玩 混混出来后 什么人这么猛 居然一个对你们三个 他说他叫甲二虎 甲二虎我听过 好像几个月前 从牢里出来 很快就在海城 混成老大 现在是来咱们这边投资 原来是他 哼哼 他还想在咱们牛村开发项目 这回得狠狠敲他一笔 钱不给到位 休想在咱们牛村动土 第二天 二虎坐在办公室 开始玩他的心头号 冒险岛风之传说 这游戏轻松又耐玩 还能结交一群好哥们 一起探险闯天下 挂机也能升级 简直爽歪歪 更觉得是 游戏里有二十多种职业随你挑 每个职业都能DIY专属外观 啥样的都有 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升级就像吃雪糕 无脑又丝滑 在冒险岛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当强者的那份从容和自信 想体验人生 一如反掌的爽快感 左下脚点一点 冒险之旅马上抬起 走起 贾总 不好了 有几个人来闹事 来闹事 什么人 不清楚什么来头 都是一群年轻人 看起来流里流气的 有点小混混的感觉 新来的前台 还被他们打了一巴掌 我靠 光天化日大早上的 居然敢来我这闹事 你先去忙 我去处理 来到接待室 把贾二虎叫来 牛哥 他就是贾二虎 牛小伟没想到 二虎会这么年轻 呦 原来你就是贾二虎啊 我他们还以为 是什么三头六臂的神仙 原来也就这鸟样子 说完一脸不屑 刚才是你打的我同事吧 是我打的 怎么了 贾二虎 都说现在你是海城 声势最响的老大 告诉你 那是你们遇上我牛小伟 遇上我牛小伟 你他们什么都不是 你一个小混混 能混到现在这一步 我牛小伟也能 所以呢 所以赶紧跪下 给我兄弟到个歉 另外把医药废付一下 我看你也才二十出头吧 毛都没长齐 就出来装杯 你他妈给我再说一遍 二虎抓住牛小伟的手 别用力 牛小伟一声惨叫 姓贾的 你想死是不是 放开我们兄弟 怎么 昨晚教训的不够 还想再来一次是不是 混混有些发虚 看了眼身后的兄弟 臭啥呢 动手啊 里面什么情况 李小燕把事情来去说了一点 这群屌猫 还敢跟贾总动手 老子现在就进去崩了他们 然而门早就被二虎反锁 小兄弟 你想混起来 没问题 不过我家二虎能站在今日这个位置 靠的可不是嘴 就你们这点本事 我劝你们还是回家吃奶去吧 小子 你给我记住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记性差 也没带笔记本 可能记不住 你他妈的 到了下午 贾总 完蛋了呀 怎么了 你早上是不是对几个小混混动手了 是的 我教训了一个叫牛小伟的 还有他身边一伙人 完了完了 哪个牛小伟可是牛村村长牛美舔的儿子 你慌什么 一个村长儿子罢了 看把你吓的 牛村在牛山里面 我们下一个项目就是去那里开框 那肯定必不开牛村 刚才我还准备跟牛美舔谈事情 现在他准备直接带着村里 快寄什么都回村 这么巧的吗 刚才那几个我了解了一下 在牛村还是一些大姓家族的人 下周进三 估计村里的人不会让我们动了 有没有办法弥补 刚才牛美舔说 让你去他们兵房贵到他们满意就行 我靠 这么张 我去挥挥这个牛美舔 随后二虎带人出发去见村长 就是你打伤我儿子的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他是你儿子 我带了一点小心意 赶紧给我滚 我儿子这顿打不会白矮 劳资活了半辈子 还没人敢欺负劳资的 你以后别让劳资在牛村看见你 对 我们牛村人不是还有欺负的 对方身后几人纷纷起红 人是我打的 我来见你 是给你面子 既然你不给我面子 那咱们就没得谈了 说完就走上前 一把揪住对方领子 你要干什么 快 宝洁 我看谁敢 二虎这边几个壮汉 也纷纷围了上来 反了你 告诉你 老子已经八十岁了 你要是敢动我一下 我就躺地上 一老卖老给我装饰吧 仗着自己八十了 没人敢动你 跟你那屌毛儿子一样 愣头青 装什么呢 牛眉田几人看到 二虎掏出的家伙也是愣着 他没想到和平年代 会出现这东西 你听清楚了 牛山 我绝对会进 你要真敢来找我的麻烦 随时欢迎 不过我劝你想清楚了 你们牛村的人不好欺负 我贾二虎也一样 牛眉田吓得不敢吭声 贾总 到时候进了牛山 人家到处死绊子 咱们可怎么办 那个老东西赶死绊子 就来倒水库成了他 这些村就拿几个大姓 对外估计会很团结 到时候肯定联合起来 对付咱们 一嘎掉一两个 全村人都会揪着不发 那怎么搞 难不成要把全村的人都嘎了 要不我再去会会牛眉田 牛小伟也没受多大伤 说来说去 他们都是为了钱 咱们把钱抬高点 说不定 不行 你拿再多的钱 对方都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 你也说了 本来就商量好的价钱 他们就是贪得无厌不满足 才举起村民找你继续商量加钱 对这些人得来硬的 来硬的 这要怎么搞 我等一下把监控视频发你 都是他们昨晚一集 早上找查的证据 防止他们报警 刚才那老头也吓得不轻 估计一时半会也不敢惹事 高义德点了点头 长岭市老大也得知了情况 贾总 我明白了 村长这边 儿子 要不这件事就算了吧 这怎么能算了 老爸 你该不会怕了吧 我觉得这个假二虎有点本事 咱们还是别惹了 呵呵 他有什么本事 不就是靠不要命当上的老大吗 论不要命 我也可以 你不要命是吧 那就交出来吧 地主老大 你怎么来了 牛媒体 你能不能管好你儿子 惹谁不好 偏偏出来惹假二虎 牛小伟愣住了 他一直想去长岭市 跟地主混 没想到地主这么忌惮假二虎 地主老大 你这么怕这个假二虎干嘛 不就是能打了一点吗 我再练几个月也可以 所以你特么给我闭嘴 长岭市一把手 李忠良都得听他的 他几个月时间 就从海城黑道里杀出来 你个毛头小子都个啥 到时候惹急了 山山你给你安排了 你也没招 地主老大 我们知道错了 我会好好劝劝小伟的 随后地主又是一顿说 村长连连点头